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已知的皇帝陵墓多数早就被盗绝一空 比如说唐长除了乾陵之外 所有皇帝的陵墓都被五代十国时期的耀州节度使温涛 他给挖了一个顶上天 那乾隆和慈禧的皇陵 那大家都知道被军阀孙殿英掏了个赶紧 那至于那些没被盗过的皇陵 对不起国家有规定一律不得主动发掘 比如秦始皇的陵墓 虽然早就探明了帝宫的位置 可谁也不能去动 当然了凡事呢都有例外 建国之后呢有一个皇帝不但被挖了坟 甚至呢连尸骨啊都让人给烧了 那么这个倒霉的皇帝是谁呢 去北京旅游过的观众呢 对这里一定不会陌生 没错 这就是著名的十三陵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陵园 里头葬着明朝的十三位皇帝 几百年来啊 虽然历经战乱 但十三陵一直呢都挺安全 没人敢动过 那到了一九五五年呢 有人呢却上书党中央提出呢要在十三陵动土 那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他著名历史学家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涵 挖皇帝的分啊 那可是件非同小可的事 过去那帮无法无天的军阀 都没敢起这样的主意 你说吴涵 你怎么突然你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呢 当然不是为了找财宝 而是为了一套书 被称为世界第一百科全书的永乐大典 这套由明成祖朱棣下旨编撰的万卷巨著 可以说汇集了之前的中国文化支持的全部情况 可惜啊 书的副本大多数后来呢都毁于战乱 保存下来的呢还不到八百卷 而他的原本据很多史学家推测 很可能作为陪葬品的被朱棣呢带进了坟墓 那如果能够找到永乐大典的原本 那绝对是中国文化的一件盛事 那正因为这一点呢 吴涵等人才敢提出发掘名成祖陵墓长陵的这个计划 也因为这一点呢 党中央国务院很快就批准了计划 成立考古队对长陵呢进行发掘 不过呢 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计划却突然变了 当时就遇到一个问题 长陵太大 找不到怎么进去的入口 就是当时站在那个宝顶 就是呢我们说坟的最顶上的时候 真是有一种老虎吃天的感觉 就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进去 所以当时夏奶奶奶就提出来 这是能不能我们先挖一个小一点的 我们做一点实验 挖个小一点的 十三陵里面哪座黄陵它也不小啊 不过呢 很快的考古队呢就做出决定 改挖十三陵里的定陵啊 也就是万历皇帝朱义军的陵墓 那么被挑中的 他为什么偏偏是定陵呢 第一个原因呢 还在准备发掘长陵的时候呢 有考古人员就发现 定陵宝城的这个城墙上呢 有几块墙砖塌陷了 露出了一道大裂缝 那有专家就猜测 说塌陷的地方呢 它就是连接定陵地宫隧道的入口 从这开始发掘 那更容易找到地宫 第二个原因呢 大家觉得呀 说好不容易有一次发掘黄陵的机会 那要挖 那就得挖这考古价值最大的 而这万历皇帝的这个墓里面 好东西呢可能最多 凭什么这么说呢 看过明朝那些事的观众应该知道 明朝中后期的那些皇帝 那是一个比一个的不靠谱 有动不动就离宫出走 玩失踪的正德皇帝 有不好好上班 成天宅在宫里面打家具的天启皇帝 而最离谱的呢 那就是定陵里面躺着的这位万历皇帝 万历荒唐离谱的事迹呢有很多 最出名的一点 就是他爱捞钱 按说呢 你说这皇帝本人 他也不应该贪财呀 整个天下都是你的 你还往这荷包里面塞那么多的钱干嘛 是啊 可这位万历皇帝 他不那么想 他对钱财的兴趣啊 那简直都到了变态的地方 怎么个变态呢 说两件事您就知道 第一件事 太子结婚 当皇帝的 居然公然逼着各地的文武官员 给他随份子 这些都是河南地方官员和矿税两间替你搜落来的 是是是 嗯 不错 你还是挺会办事的嘛 奴隶这次是携天子之威出行的 那么地方官身 当然是唯恐巴结不上 其实这都是皇上您的得责 浮辟四海 才能得到万民的重心拥戴 这么说 这是受之无愧 第二件事 万历皇帝特别爱抄大臣的家 他要觉得哪个大臣家里面有钱 那是绝不客气 随便安个罪名的就抄你的家 连伺候了他一辈子的大太监冯宝 还有他的老师张居正 万历都没放过 别的皇帝呢为了钱啊 也干过抄家的事 可人家抄的那个钱财啊 都送进了国库 而万历皇帝他不一样 他抄家得来的钱财 全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所以呢 史书上就说呀 说万历一抄 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而内裤 也就是皇帝本人的小金裤 却金银如山 除了挨劳钱呢 万历皇帝呢 他还爱花钱 啊活着的时候是大手大脚 死了呢 那还要接着花 据史料记载 万历给自己修墓 他花了整整八百万两白银 啊相当于国家两年的农业税 你想想看 你说这么一个不缺钱 又舍得花的这个主 他墓里的珍宝能少吗 就是凭借上面的这两点 考古队决定发掘定灵 京党中央国务院特批 考古队呢开始对北京十三陵中的定灵进行发掘 1956年5月发掘工程呢正式启动 沿着定灵城墙上的这个裂缝 工人们呢就开始往下挖 挖了不到一米啊 有人就发现了一块气在墙上的石条 上面呢好像刻着几个字 把这个字上的土液擦隧道门三个字清晰的显入 这就有力的证明了专家之前的猜测 这里那就是定灵地宫隧道的入口 再一挖呢 果然一个完整的隧道门就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那在隧道门的附近 有工人呢他还挖到了一块小石碑 这个石碑上呢他刻着一行字 此时制金刚墙前皮十六丈 身三丈无尺 专家们一看这行字全乐了 为什么呢 金刚墙就是说它是一堵墙 这堵墙呢都是用比较重的 它有二十斤二十公斤这样甚至 那样的大的青砖很厚 很大的青砖砌起起来 它有多厚呢 它大概有两米厚 大概七八米那么高 这个墙实际上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防盗 就一般的人来要想盗 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你又是违法的 你要凿开这堵墙 在当时恐怕是非常困难 原来啊 所谓的金刚墙 那就是明朝大墓地宫的墓墙 也就是说呀 知道了金刚墙的位置 那等于也就知道了地宫的位置 那么按照石碑的提示呢 几个星期之后考古队呢 终于就找到了定灵地宫的金刚墙 那在这面金刚墙上呢 还有一个神秘的梯形开口 那根据过去的经验呢 它应该就是四百多年前 万历皇帝下葬时 进这个地宫的入口 那地宫的入口找到了 按说呢 应该你赶紧往里走啊 不过呢 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 尤其是一线的工人师傅们 谁也不愿第一个进地宫 甚至没人敢第一个去拆墙砖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对大家来说呀 发掘皇陵 那虽然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可所有人都听说过呀 当年的孙殿英东陵盗宝 打开慈禧地宫的时候 地宫里头啊 毒气暗箭 那是样样俱全啊 最先下到地宫里面的士兵 丢了性命的那可不少啊 那谁知道 乌安利皇帝的地宫里头 会不会有同样的机关呢 反正说呢 就是说 里头可能有这个 有案件 有这个飞刀 甚至有毒气 这个东西呢 哇 一下打开 呜呜呜冲出来了 咱们这写人不读完了吗 都伤了 咱们不能 不能这么干 当时就 害怕 他们发现木带人啊 靠谷说 这个国老 郭沐罗他也很清楚 过去这个墓葬里头啊 多少年的这个 嗯 它是复杂的东西啊 都有毒 有毒气 你如果 进去之后 中毒 那就 要完了 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担心呢 当时呢 还有一件怪事呢 也让大家信里面发出 那就在考古队想安排人拆墙砖的时候 原本万里无云的大晴天 突然变得是阴云密布 还吓起了 漂泊大理 这这两天怪得很 最后这个白老说 是不是 这个万里皇要显灵 不让咱们挖呀 当然了 你害怕归害怕 可这发觉你总不能停下来呀 为了保证安全呢 陶古队决定 先在金刚墙上拆出一个小缺口 然后呢 只派一个人进地宫 去探探路 我去了以后啊 就是给我涮了一条大麻绳 这个大麻绳子 涮了我腰里了 我被她收点 涮了我腰里了 涮了我腰里以后呢 拽着那个大麻绳子的绳子 我的绳子都下去了 下去后我按着腰 供着绳 就牵了几几 供着绳子 我就拿着手电 在那边看 我们查了看 经历特别济荣 他的记忆是济荣 心里害怕 也紧张 幸好地宫里啊 并没有传说中的机关和毒气 庞中威进去之后呢 什么事也没发生 于是呢 另外几个考古人员呢 也跟着进入了 漆黑一片的地宫 借助手电的亮光 他们看到的是一扇 用整块的汉白玉 雕成的大门 两个人啊 拿着手电 他拿着一个 我拿着一个 在那个石碑缝里 他一照 在这边一照 那店里边了 那个店里边了 那地下黑乎乎的 看不清什么 就看见了一块石 长石 那为否这一块 这么一块长石 这么顶着呢 顶着呢 这个石头的顶着这块石 长石的圆状 它的形状 也看不见 石门 被门背后的这长石条啊 牢牢地顶住了 怎么推开也推不开 那怎么办呢 查之料 查到最后查到了重生 原来开幕门 有一种 你需要像圈一样的东西 比如这是一个顶门石 它这个树都放进去 那个圈的东西 树都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再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 它就形成这么一个窝口 然后把它套在这个石头上 一推 打开了地宫大门 那考古人员有史一来啊 他第一次进入了古代皇帝的墓室 这是一座用巨大条石 砌成的石头宫殿 沿一条纵向中轴线 可以分成前中后三个大街 那么 它里头都会有些什么呢 还真的会像传说中的那样 金银财宝无数吗 地宫的前殿呢 空荡荡的 里头啊 什么都没有 而中殿呢 像是一个大客厅 里面摆着汉白玉雕的这个座椅 座椅上装饰着各种龙形图案 它显出皇家的威严 那么座椅的前面呢 放着两个巨大的龙纹青花大瓷缸 缸里装的是什么呢 是黄辣 原来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万年长明灯 可惜啊 辣那还有满满一缸 这长明灯呢 早就已经熄灭了 那灯走到了后殿 大家才终于看到了期盼已久的东西 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棺果 那就被摆在后殿的正宗舰 啊 这个棺果周围呢 那是一个个放置随葬品的木箱 箱子呢 大多已经腐烂 很多随葬品呢 都露在外面 不过呢 这些在地下割了几百年的东西 很多仍然闪耀着多么的光多 随葬品里啊 除了少量祭祀用的礼器 大多数呢 那都是皇帝皇后生前使用的生活器皿 啊 无论是金银器 玉器 还是瓷器 那都称得上是极其的精美奢华 而这里头呢 数量最多的呢 又是各式各样的纯金石盒 黄金和白玉的这个酒壶酒杯 以及大大小小的银盘银碗等石具 数量如此之多的酒具和食具 不但有力的印证了史书里面 万历皇帝后半生啊 沉溺酒色的说法 也让大家呢 对皇帝皇后官国里的陪葬品呢 就充满了期待 那么在官国里 那又有什么惊喜在等待着大家呢 按下说到 考古人员进入定灵地宫 清理出了大量的珍宝 到最后呢 就只剩啊 这个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棺果 他没打开了 那看着眼前的三口棺果 大家心里啊 那就充满了期待 据说呀 东陵盗宝的时候 最有价值的珍宝 全都在慈禧太后的棺材里 你说这万历皇帝会不会也一样呢 在做了精心的准备之后啊 考古专家小心翼翼的开启棺盖 打开了万历的棺果 这是中国第一口 也是迄今为止呢 唯一一口被考古学家打开的皇帝广宫 而广宫里的情况呢 再次印证了人们之前的猜想 打开关键以后呢 看见呢 他不是平的 突发不等 因为这个他上面呢 扇着一层精被 可是精被也有的 就朝朽了 就塌下了 所以呢 有些器物也看得见了 脚上的呢 就都是扇着的 再有一部分 像狮子品呢 金银元宝什么的 都在他尸体下的 所以这么一层一层的往外起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 可关锅里面 陪葬品的数量之多 质量之高 还是令人则舍 那取完整整 十一层陪葬品 考古人员才在内关里面 找到了万历的尸体 皇帝的尸体呢 可不像陪葬品那么光鲜 腐烂的只剩下了一幅 干枯的骨架 只有头上的一顶金丝皇冠 还能够吸引大家的眼球 这顶皇冠呢 重了一斤六两 用一百五十根细如发丝的金线 编织而成 工艺是极其复杂 那就是以今天的技术 想复制同样一顶皇冠 那也很难做到 而这顶金丝冠呢 那还不算是最精美的 在两位皇后的官国里呢 考古人员又发现了 四顶龙凤头冠 他们全都是用黄金 翡翠 珍珠和宝石编制而成 光是这顶九龙九凤冠 就镶嵌着三千五百颗天然珍珠 一百九十五块各色宝石 透出来的这个珠光宝系啊 几百年后呢 都晃人的眼睛 那除了珠宝玉器 万历和这皇后的官国里面 还有大量的纺织品 光是这样的金线龙袍 那就有三十六件 根据考证啊 按照当年的工艺水平 一个工匠要织十年 才能够织成一件这样的龙袍 说到这儿呢 有个遗憾的情况呢 咱也不能不提 什么情况呢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啊 咱们国家的科技水平呢 还比较低 不少人的文物意识呢 它也不够强 导致呢 很多珍贵的定灵珍宝 出土之后呢 受到了严重的损坏 当时文物保护啊 甚至比如龙袍呢 什么其他这些植物品 这个有结物的 当时用了一种叫水玻璃的 这种就是那种 来丰富它 丰富它 用水玻璃呢 它是这个什么呢 它是老化的 所以它一老化了 把其他这些东西 也都破坏了 所以在这一点呢 在保护文物上头 是一个教训 就是说 你没有事先的 很好的准备 来把这个出土的文物保护好 你发掘了之后 会造成这个损失 咱们现在看到的 这些光彩夺目的龙袍啊 其实呢 那都是根据出土原件的 后来复制而成的 这个房品 那真正的原始文物呢 在出土之后不久 就变成了碎片 除了龙袍呢 更可惜的呀 还有皇帝 皇后的那几句 南木光果 有些文物可能都没当文物清理 哦 是这样啊 就是我说它算作文物 一般我们说的基金财宝 或者是这个是珍珠玛瑙 我们都把它算文物 那有些文物它就不算 你比如说 南木金丝的南木那个光果 它本身它就是个很好的文物 对呀 对不对 而且这个后来都处理到什么程度了 后来就按照这个 因为它破了嘛 有些腐烂了嘛 那怎么办呢 后来就用水泥仿 仿造一个嘛 再给它除了漆 然后这些南木金丝南木怎么办 这些南木就扔在一边去了 就扔到后山去了 后山等到夏奶啊 什么郑郑多 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 再往回去找的时候就没了 就被当地的百姓给捡走了 哎呀 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 就传说了 说是捡到金丝南木这些人 后来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呢 他把它做成家具了 那时候把它做成各种衣橱啊 就什么样的用 摆在家里 后来这家人 人家还真的是可能出现了很多问题 就是比如说出现了各种病啊 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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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的这个比较奇怪啊 这家人出事啊 他是不是真的是因为用了皇帝的官料 他打家具 那谁也不能确定 不过呢 万历和两位皇后最后啊 他却挺残 三个人的遗骨出土之后啊 一直呢 被保存在定陵博物院 那文革当中的红卫兵 他来到定陵破撕就 那三军一骨 被小家们一把火啊 给烧成了灰 那堂堂的皇帝皇后 至此呢 尸骨无存 那也正是因为上面这些情况 后来呢 国家就做出了更严格的规定 不再对任何帝王陵墓 进行主动的发掘 定陵呢 他也就成为了第一个 也是迄今为止 最后一个被考古学家打开的皇帝陵墓 当然咱们经常说啊 这考古呢 不是盗墓 最重要的 他不是寻找各种奇珍异宝 而是发现和印证历史 而对定陵的发掘呢 就很好地印证了史书中记载的一桩 宫廷密文 什么密文呢 咱们前面说了啊 万历皇帝 他是以贪财而组成 那如今他网上流行一句话 有钱就任性 哎 这话你要放到万历皇帝的身上 那是再合适不过 他任性的级别呀 甚至是远远超过了他贪财的级别 历史上任性的皇帝那不少啊 可能任性到万历这种程度的 那基本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凭什么这么说呢 当皇帝 上朝处理政务 那是必须的呀 这是你的工作呀 唯独这位万历皇帝 他干出了罢工28年 既不上朝 也不批罪大臣奏折的荒唐事 不过呢 人家也不是一直都这样 在任性发作之前 朱义军呢 他甚至算得上是一个好皇帝 他在位的前十年呢 在一代名臣张居正的辅佐下呢 他干的挺不错 勤政爱民 开疆拓拓 整个国家呢 一度出现了万历中兴的大好军 年轻的小皇帝要照这么干下去 没准啊 他也能成为一代明君 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却让万历突然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他身上的这个任性指数啊 那是急剧爆棚 这才有了后来著名的荒唐皇帝 那至于这是一件什么事啊 我们还是从考古人员当年在地宫里面发现的一个怪象说起 前面呢 我们说了啊 定灵地宫的主体是前中后三个大殿 不过呢 在中殿的两边还各有一条狭窄的永道 连着两个小一点的佩殿 按照明朝的灵寝制度 这两个佩殿那应该是给皇帝妃子留的这个位子 可奇怪的是 定灵地宫的这两间佩殿 里头那是空空如影 既没有赔葬品 也没有光果 明显没有被使用过 那是这个万历皇帝他没有妃子吗 我对 史料上写得很清楚 这个耗久探测的皇帝 妃子可不少 那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在查过明史和一些明代的宫廷资料之后啊 专家们找到了答案 定灵地宫里面妃子的墓室 他就该是空着的 那里面要是有关果那才奇怪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是吧 那咱们就再好好地说说这事 万历皇帝啊 你虽说贵为天子 可这爱情上呢 却不怎么如意 两任皇后 没一个他是自己喜欢的 也没一个给他生过儿子 那他最喜欢的这个女人呢 他是一位姓郑的贵妃 那这位郑贵妃啊 她不但长得漂亮 会揣摩皇帝的心思 更重要的是啊 她还能生儿子 她生的儿子朱长荀 那是万历皇帝的心肝宝贝 那么郑贵妃虽然被皇帝宠爱多年 可皇后活着 她就一直只能当妃子 出不了头 怎么办呢 哎 那如果自己的儿子能够当上太子 以后再接班当皇帝 那郑贵妃就能够变郑太后 照样能出头 万历皇帝自己啊 她也有这个想法 可惜啊 明朝的皇家礼制规定 立太子 那是有敌立敌 无敌立长 皇后虽然没给万历生儿子 可郑贵妃生的这个朱长荀 那也不是万历的长子 之前呢 有个宫女 已经给万历皇帝生了一个儿子朱长荀 那才是皇长荀 结果呀 皇帝想立朱长荀当太子 所有的大臣呢 却不同意 一定要按祖宗的规矩 立长子朱长荀为太子 哎呀 两边就争来争去 争了好几年 闹得几乎是天翻地覆 最后呢 那还是大臣这边呢 取得了胜利 把朱长荀呢 就推上了太子的位子 这就是名史上著名的国本之争 这件事啊 让任性的万历爷呀 那是深受刺激 说老子堂堂一国之君 定个接班人 他都做不了主 行 算你们厉害 也不干了 还不成吗 从此 这位皇帝就开始了长达28年的罢工生涯 不上朝 不理国事 在酒色之中渡过了后半门 那么万历皇帝死后呢 太子朱长荀继位 那位郑贵妃 那当然不会有什么好果的事啊 他不但被打入冷宫 还背上了红颜祸水的骂名 尽管万历皇帝在地宫里面 早就给郑贵妃那留好的位置 但这郑贵妃死后呢 在大臣们的一致反对下 他没能进定灵跟万历河道 而是孤零零的被葬到了另一个地方 定灵地宫里的偏见 那自然也就一直空了 定灵的故事呢 到这那就说完了 从这座皇陵当中啊 咱们不但能够看到无数的珍宝 还能够看到一个皇帝堕落的后果 就在万历躲在后宫里纵情酒色 花大把银子给自己修陵墓的时候 东北的满族人却在历经图治 步步崛起 二十多年之后呢 满清铁骑踏进中原 那曾经强大无比的大明帝国 土崩瓦解 那这位贪财任性的皇帝 从此呢也背上了明王 始于万历的千古骂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